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只眼睛进入天堂 好过两只眼睛下地狱 我说你为什么会看到这种 我怎么看不到呢 我看到的是罪恶 我看到的是杀人 我看到的是世上的灵魂 我看到的是那些家属的忧伤 我看见的是福音不能够出 没有进入这一个族群 我看见的是这些 这些是不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 这些是不是在律法当中上帝要教导我们的 你却看见了政治 我们当中谁是在搞政治的人 你明白这意思吗 谁是政治化的人 谁是被政治洗脑的人 我说显然是你嘛 是不是显然是他 那一切对政治怀着惧怕的人 对君王的权势 怀着超越了他应该被尊重的地位和程度 而去惧怕他的人 实际上是败政治的人 实际上才是真正以政治为偶像的人 所以很多的学者 很多的人在讲说 家庭教会过去的十几年来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脱敏 你不要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敏感的 你不要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政府不喜欢的 我管他政府喜不喜欢 我只管我的神喜不喜欢 神喜悦的事我就要做 神厌恶的事我就不做 我只有这一个标准 什么时候政治变成了教会的标准 你明白这件事吗 当政治本身变成了教会 去考虑一件事情的标准 这个才叫做搞政治 所以整个三字系统是搞政治的教会 是不是 是被政治统治的教会 是不以耶稣基督为唯一元首的教会 是以统战部位他们的长老会的假教会 是以统战部位的教会